又是星期五,娱乐无穷王子 今天也请你投资专栏作家唐楼 唐楼你好 阿姨你好 这一节我们谈谈新鲜出炉的消息 中信资源1205以高日价 卖了手上的中信大猛1091大概是3.4%的股权 今早开始前中信大猛停牌 通过是昨晚出的 公布出售中信资源今日急升至2.6% 高位上至3.8% 现在升幅剩下半成左右 已经收窄了很多 我们谈谈一下详情 中信资源公布总代价是10.8亿 全数卖了手持的中信大猛股份 每股作价是9.2% 比中信大猛停牌前是4.05% 大幅日价超过一倍 用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 实际是否算是高价呢 因为你业绩的记录看 其实中信大猛就不算是很飙青 用这个价去买的话 会不会真的买贵了呢 是 看一看通告都会发觉 为什么开价出来这么高的9.6% 就是说停牌前是说4.05% 还有整日价一倍过外 而且你看到 阿SAM都说了 他的业绩又不算太漂亮 中期生意 毛利也是下跌 还要是盈转规 好像没有饭也是好 但是为什么都肯这么高价呢 我想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看到 那些中信大猛公司其实NAV也挺高的 就是这个中信大猛 因为NAV8.22% 就是说如果你用4号纸去买贸 其实那个PBook也在说0.5倍左右 即使现在我很高价的9.22%买 那如果你计算一下 那个PBook也大概1.1倍左右 如果你用BOOK去计算 又不算太过夸张 我想第二件事 可能业绩是很差的 但是你看到中信大猛里面 其实有一份业务都都挺吸引 就是在说电池生意 其实业绩都说了,未来也会在电动汽车方面做更多的发展 可能买家就看中这份业务,所以为何就肯高价去买 一轮到电动汽车,大家的想象就无限大 但说回中信资源,为何本身自己要卖中信大猛 说到好像很有潜在价值当中 但通过其实也有说,重点是要帮补一下自己的业绩 和财务方面,主要是令自己的数据没那么难看,压力没那么大 但实际上一次过买了,拿回10亿回来 对它本身的业绩,那盘数的帮助是否真的不大 好像很惨,大猛又不行,现在中信资源自己又不行 也是的,看到盘数也挺麻烦的 因为你会看到它也提到因为疫情关系,油价就下跌了 令到收入又跌了32% 也亦亏了几亿元 而且你看到它在四个业务板块里面,有两个都是亏损 大家都知道,中信资源主义是要做一些资源相关的事情 你会知道,今年疫情之下,资源的价格也跌得很厉害 令到公司的业务都比较差一点 你说,帮助是否帮助呢 你会看到,它在税前收益的这件业绩 就会大概有一亿零二百万的收入 我想,叫做帮补一下 因为始终都输了三亿多,有一亿多的收入 也算是好一点 而且,因为它套现也多,有十亿过外 你会留意到,因为中信资源的手台现金好像很多 11亿,但你会看到它的银行借贷更多,48亿 其实借贷的比率也挺高 看静借的债务的比率也差不多到四成过外 变成今次卖了一些资产出来 就叫做减一减债 希望自己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如果真的算税成收益只有1亿多,拍盘数 又真的好像,不知道可以用你做什么 虽然说作一般营运,但还债当然也还不债 你放在手头现金那里,其实又不是真的佔好 对它自己本身的现金流利,又不是真的加了那么多 是否因为帮助其实不是那么大 所以股价反应也是兴奋了一下子那么大 即是开市地一滚下冲上去之后 就已经掉头,落下来 现在最新的升幅都是只有3%左右 是的,绝对认同你的说法 因为我想始终帮助不算太大 而且你反过来说,刚才说了大猛 也有叫做电动车概念的东西 就是会被人有一个憧憬 原来你现在连这一饭东西都卖了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你剩下什么呢 就是那些资源,你能不能够令到公司起死回生 我想这件事也令到今天高开了之后 那些沽压都挺沉重的 就是去到3.8%左右,很快就已经回落了 就是现在只剩下3%的升幅 我想大家都会想 就是你拿这些钱原来都是还债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派送 那变成对股价刺激的作用 可能真的一下子那么大把 好的,即是1205,你可先放在里面 那个妈妈就没得想 那个儿子又没得想呢 因为你看一份通过 我们又可以查一下 究竟是什么人去接货呢 买了中信大猛股份的买家 分别就是优福投资和封场投资 以及他们背后的主持人 看过买家的背景资料就不算很多 但是对于未来的109一伏牌的表现 应该影响都会挺大 是啊,看回Sikis 那口货 其实6月已经有个转仓的情况出现 看到两位人生 一个孙明文 一个叫马雪东 其实资料也不多 孙明文就有持有29%的股权 变成就 看回孙明文 其实有持有另一只股份的上市公司 就是2323元的融科控股 那里也持有15% 看回融科控股做什么呢 都是做一些印刷线路板 证券投资 证券意见 简单说就是习不甩 然后你看到它 不知道是否因为 既然都叫做多元化投资 看到大晚有些叫做电动车业务 可能就看中了这件事 可能都掩置了这一份 好 如果看接货的比例 当中有没有圆基 因为看到有些差距 一个持有29% 一个持有5% 多一些 那是有些特别之处 因为如果你说 明明中信资源的收货 是说34% 现在就打散了两个派对税 当然说明是独立第三方 两个都不懂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说 现在你孙明明买了29%之后 你变成是不用触动了CO 就是不用去到三成流上 那样东西 我想这个是令到孙明明 如果要入股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想想 他真的入股的话 就是要买三成流上 他要出格了CO的话 以用9毫几支去买的话 其实他用的钱是多很多 那变成了这一样东西 就是看来那个叫做部署 都是有点心思在那裡 OK 马雪东就没什么资料 刚才孙明明有提到 就是他拿着那只用货 但是他也有说 是一个股权投资来的 入股109日就拿到29% 已经是 就是说被开了CO 但已经是单一最大的股东 会不会今次入去大猛当中 会另外有些部署或者计划 我想很视乎 未来那个叫做消息 上面会有些什么新的动作 我想始终刚才都说了 就是孙明明拿着那只叫做 融科 其实都很集联无章的 这些股份 就是看到他有 就是他会持有些 华融系的股份 又持有些银行股 这样 那变成了有些金融类的 也有些美融类 好像8176 亦都有些什么固定收益基金 就是有些债 你可以说他多元化 那变成了你说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 好像没有什么亮点 那看看会不会 如果未来 孙明文用这个大猛围 作为自己公司 或者自己的一个 叫做重点投资的时候 可能这个冲景 就会在公司里反映到 我们分析了很多 刚才我们也提到 1205个走势 就不是那么好看 因为似乎 你现在停牌前说 四毫一指 四毫零半 那变成了 来到出来的股价 股价也会爆得很厉害 但是我想 就不会说 可以冲冲上去九毫几指 因为始终那个价 我觉得 会是短期的顶位 就是一个 撇了的位 但是 如果从投资角度出发 就是1205和1091选 我自己都会选择1091 会比较好些 一来 你见到1205 就是刚才说了 就是出道来的消息 很快就打回来 明显地股价都挺沉重 或者前景都可能比较差一点 所以你说 中信大满是否前景好些 我相信他始终 刚才说了 就是说电动车那方面 这方面是否可以长线 如果是这样说 是的 刚才Sam也说了 一听到电动车 就是全部中、港、美 全部相关电动车、电池 都炒到一含含含含 我想这件事 都会令到 中信大满的前景都会好些 还有 通告都说了 就是说 因为将来 当单刁完成的时候 中信大满会脱掉中信的牌头 因为将来 新的孙明文入主 变成了整个品牌都会不同 我想这条街也会憧憬 变成了领队 是否将来有些新的发展 有些新的灵感冲击 或者刺激 我想这是另一个 为什么我会觉得 1091的憧憬 会比1205大 OK 好 今天麻烦你同学 详细和我们拆了这件钓 分析了两只股份 这一截是《元朗母共》 就到这里了